前民航局局长张国正连两天针对是否接手复兴航空召开记者会 但是态度却是大转变 结果造成复兴航空的股价大震荡 台北地检署今天首度以证人身份传唤了张国正 同时也约谈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道案说明 不过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张国正不愿意透露 倒是忍不住大吐苦水 强调亲者自亲 董事长可以谈一下我们今天是来 想见什么吗 面对媒体询问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始终不发抑郁 为了厘清是否有散布不实讯息影响复兴航空股价 北检传唤林明生道案外 民航局前局长张国正也遭约谈 我也不用喊冤嘛 没有的事怎么会喊冤呢 征讯两个多小时后早请回一句没什么好喊冤 坚信自己清白 但接连两天喊出对复兴航空接手 最后却演变成一场闹剧 29号上午10点出面开记者会表示有团队愿意接手 当时新航股价从跌停一路拉到涨停 爆出5万多张大量 但30号再抛出合作破局 新航股价在衰落跌停 让5万张抢短线的散户惨遭套牢 从来没有碰过股票 我一张股票都没有 而且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股票会涨会跌 面对媒体追问忍不住大土苦水 直直否认不晓得影响股价 连遭外界质疑 但让新航前十大股东宝典顾问也全否认 还自曝当初开机诊会宣布接手复兴航空 全是因为林明生 越说越委屈 虽口口声声说是真心要接复兴航空 但这前后态度大转变 让股价大震荡是事实 是否有违反证交法 还有待检调调查清楚 人家说假的就是让他说 我是真心要接这件事 欢迎宣伟赖伟凡旅家横台北报导